世界宗教是一家 净空法师学习各宗教经典结药 尊敬的诸位长老大家好 净空有缘自2000年时 拜访新加坡、中国、印尼、马来西亚 范蒂冈等世界各地宗教团体 并十次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与各国主办的和平会议 向诸位宗教奇德、优势贤达 提出新德报告恳请指教 由于2005年11月 与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长老 首次会面 长老提出 世界冲突矛盾是否能化解 应如何恢复社会安定和平 净空自愧资质愚钝 人与佛陛圣前经典的学习 57年来未敢一日懈怠 信而好顾 肯定人性本善 故对长老悲天悯人之提问 毫无疑虑的答复 果能做好四桩事 和谐世界、和谐社会之目标必能落实 长老进而提问 何为四事? 净空建言 第一 国与国之间应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第二 不同族群之间也应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 第三 足以影响世界安定的各大政党、派系等 应拓开心量、放宽眼界 为全人类福祉着想、团结合作 第四 各宗教应求同存异、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此次事虽皆不易 但若能从宗教团结做起 对国家、族群、政党之团结合作 必能产生良好注意 马哈迪长老对净空此项提议深表赞同 次日即邀请净空参加长老十二月 于吉隆坡召开的《波达纳世界和平论坛》发言 《倍加礼遇》、净空长思感念 多年来 净空与各宗教领袖交流请义 深感世间所有宗教 均以仁慈不爱、诚敬清和为宗旨 宗教团结若以深入经典 互相学习为基础 必能历久而迷心 正如目前澳洲正筹划联系多元宗教团体 希望离请各宗教精选典籍中 有关伦理、道德、因果至金句一百条 汇集成策 可作为澳洲人民必读书 此是多元宗教族群交流学习的良好歧史 亦为全民团结的根基 非常值得提倡 净空虽年欲八旬 然于佛陀与一切神圣之教育 日日皆敢斩卷有益 深得温固之心之法喜 不揣拥于 仅将平日学习各宗教经典 节要成策 一、为体力自省 二、为抛砖引玉 送请诸位长老大德指教 成愿真主、上帝、孔孟、佛陀之慈爱 化身于每位宗教信徒的日常生活 多元宗教族群和睦相处、平等对待 全球人民共享安乐和谐之幸福人生 敬祝祝身体健康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庐年之父》 《庐年之父》 儒家 弟子归 入则孝 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父母教 须静听 父母则 顺程 东则温 下则静 沉则醒 昏则定 初必顾 反必念 知有成 业无变 事虽小 物善为 苟善为 子道亏 物虽小 物思藏 苟思藏 亲心伤 亲所好 力未至 亲所物 谨未去 身有伤 宜亲忧 得有伤 宜亲修 亲爱我 孝河南 亲增我 孝芳贤 亲有过 见史庚 一无色 柔无声 见不入 月付见 豪气随 踏无愿 亲有吉 要先成 昼夜事 不离床 桑三年 长悲夜 知处便 酒肉绝 桑尽礼 既尽成 誓死者 如是生 出则涕 凶道友 弟道功 兄弟目 孝在中 财物轻 怨何生 言于忍 奔自你 或饮食 或坐走 掌者先 又者后 掌呼人 即带叫 人不在 即即道 称尊掌 物扑名 对尊掌 物献能 陆寓掌 急趋一 掌无言 退公立 骑下马 乘下居 过游带 百步渝 掌者立 又物作 掌者作 命乃作 尊掌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进必驱 退必迟 棍起对 事物疑 事诸父 如事父 事诸兄 如事兄 谨 朝起早 夜眠池 老义至 洗此时 尘必冠 尖树口 便尿回 折净手 官必正 扭必结 瓦鱼旅 聚谨窃 至官服 有定位 勿乱顿 至污秽 依贵 不贵华 上寻份 下秤家 对饮食 勿简则 时事可 勿过择 年方哨 勿饮酒 饮酒醉 醉为丑 不从容 立端正 依身缘 拜恭敬 勿建欲 勿博已 勿积聚 勿摇臂 广接连 勿有声 宽转弯 勿处冷 直虚气 如直营 入虚事 如有人 事勿忙 忙多错 勿为难 勿侵略 斗闹场 觉悟尽 斜辟事 觉悟问 将入门 问熟存 将上堂 生必扬 人问谁 对以宁 无与我 不分明 用人物 失明求 躺不问 急为偷 借人物 及时还 后有急 借不难 信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望 稀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为其事 勿宁巧 兼巧语 惠乌词 事景气 窃戒之 尽未真 勿清言 知未敌 勿清传 是非疑 勿清诺 苟清诺 尽退措 凡道字 众且疏 勿极 勿模糊 彼说成 此说短 不关己 莫显管 见人善 及思其 纵去远 以见机 见人恶 及内性 有则改 无家境 唯德学 唯才艺 不如人 当自立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期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亦有却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事 见相亲 无心非 明为错 有心非 明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藤衍事 增一姑 犯爱重 凡事人 皆虚爱 天同富 地同在 行高者 明自高 人所重 非貌高 财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大 己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清资 物产妇 物娇贫 物厌固 物喜心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扰 人有短 切莫接 人有思 切莫说 道人善 即是善 人知知 欲思免 羊人恶 即是恶 即知甚 过且做 善相劝 得皆见 过不归 道两亏 凡取雨 贵分小 雨宜多 取宜少 江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急速已 恩欲报 愿欲望 抱怨短 报恩长 待必仆 身贵端 虽贵端 辞而宽 是福人 心不然 礼福人 方无言 亲人 同事人 泪不起 留俗众 人者惜 果人者 人多味 言不会 色不昧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尽 过日少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尽 百事坏 于力学文 不力行 但学文 正浮华 成何人 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魅力真 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信皆要 方读此 物目笔 此位中 笔物起 宽为宪 谨用功 功夫道 智色通 心有疑 随闸记 旧人问 求确议 防事清 墙必静 机案节 笔验证 莫模偏 心不端 自不静 心先病 列点 级 有定处 不看必 还原处 虽有级 卷数旗 有缺坏 就补知 非圣书 禀物事 必聪明 坏心智 物自暴 物自弃 圣与前 可寻知 孝经 第一 开宗明义章 先王 有志得要道 已顺天下 民用和睦 上下无愿 孝 得之本也 教之所由生也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 扬明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终也 孝始于世亲 忠于世君 忠于立身 第二 天子章 爱亲者 不敢 勿于人 敬亲者 不敢 慢于人 爱敬 敬于世亲 而得教 家于百姓 行于四海 改天子之校也 第三 诸侯章 赞圣不交 高而不为 高而不为 所以成首贵也 满而不义 所以成首富也 富贵不离其身 然后能保其设计 而合其名人 第四 清大夫章 非法不言 非道不行 口无则言 身无则行 严满天下 无口过 行满天下 无怨目 第五 试章 以孝士君 则忠 以敬士长 则顺 忠顺不失 以士其上 然后能保其路位 而守其祭祀 改士之校也 第六 数人章 用天之道 分地之力 尽身结用 以养父母 此数人之校也 自天子 至于数人 孝无忠实 而患不及者 为之游也 第七 三才章 福孝天之经也 地之义也 民之行也 先知以博爱 而民莫 以其亲 臣之以得意 而民心情 先知以敬让 而民不争 道之以礼乐 而民和睦 世之以好恶 而民知敬 第八 孝智章 明王之以孝智天下也 不敢以小国之臣 而况于 公 侯 伯 子 南夫 故得万国之欢心 以士其先王 治国者 不敢 至国者 不敢 而况于 世民 故 故得百姓之欢心 以士其先君 至家者 不敢 施于 臣妾 而况于 妻子 故 故得人之欢心 以士其亲 第九 圣志章 天地之性 人为贵 人之行 莫大于孝 圣人 因言 亦交敬 因亲 亦交爱 圣人之教 不速而成 其正 不言 而至 不爱其亲 而爱他人者 为之 备德 不敬其亲 而敬他人者 为之 备礼 言思可道 行思可乐 得意 可遵 做事 可法 容直 可观 进退 可度 以临其名 其名 为而爱之 择而向之 故能成其得教 而行其正令 第十 记 孝行张 居 则 至其 静 样 则 至 其乐 病 则 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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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至 与 吾者 背 以 然后 能 世亲 世亲者 居上 不交 为下 不乱 再丑 不争 居上 而交 则亡 为下 而乱 则行 再丑 而争 则兵 三者 不除 随日 用 三生 这样 由为不孝也 第十一 五行章 妖君者无上 非圣人者无法 非孝者无亲 此大乱之道也 第十二 广耀道章 交民亲爱 莫善于孝 交民礼顺 莫善于涕 遗风易俗 莫善于悦 安上至您 莫善于礼 礼者 敬而一矣 第十三 广至德章 交易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负者也 交易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负者也 交易臣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负者也 第十四 广阳明章 君子之世亲孝 故忠可疑于君 世兄弟 故顺可疑于长 居家里 故智可疑于官 形成于内 而名利于后世 第十五 负有正子 则身不限于不义 当不义 则子不可以不正于负 臣不可以不正于君 第十六 感应章 虽天子 必有尊也 言有父也 必有仙也 言有凶也 宗庙至敬 不忘清也 修身慎行 孔入仙也 孝涕之志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第十七 世君章 君子之世上也 尽思尽忠 退思补过 将顺其美 匡旧其恶 故上下能相亲也 第十八 丧亲章 生世爱静 此世爱妻 生明之本尽已 死生之意 悖已 孝子之世亲 忠已 佛教 佛说十善夜道经 一切众生 心想异故 造业异役 由是固有 诸去轮转 龙王 如见此位及大海中 形色种类 个别不也 如是一切 你不由心造善不善 深夜 雨夜 异夜所致 而心无色 不可见取 但事虚妄 诸法极起 必尽无主 无我我所 随各随夜 所现不同 而时余中 无有作者 故一切法 皆不思义 自性如患 智者知矣 应修善业 以事所生运触戒等 皆惜端正 见者无厌 辱观佛身 从百千亿福德所生 诸相庄严 光明显耀 必诸大众 诸大菩萨 妙色严静 一切皆由 修极善业 福德而生 诸天龙八部众等 大威士者 亦因善业 福德所生 如今当应 如是修学 亦令众生 了达因果 修习善业 于诸福田 欢喜静养 世故如等 亦得人天尊敬供养 龙王当知 菩萨有义法 能断一切诸恶道苦 何等为一 未于昼夜 常念思维 观察善法 令诸善法念念增长 不容毫分 不善见杂 是极能令诸恶涌断 善法圆满 常得亲近诸佛菩萨 急于圣众 言善法者 为人天身 生闻菩提 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皆依此法 以为根本 而得成就 顾名善法 此法即是食善业道 何等为食 未能涌离杀生 偷盗 邪行 妄语 两舌 恶口 其语 贪欲 称慧 邪剑 此食善业 乃至能令一切佛法 皆得圆满 一切人天 依之而立 事故如等 应勤修学 雍正皇帝尚誉 三教之绝名于海内也 礼同出于异缘 道并行而不备 人为不能豁然贯通 于是人各异心 心各异见 慕道者 为佛不如道之尊 向佛者 为道不如佛之大 而儒者又兼僻二世 以为异端 怀侠私心 纷争较剿而不相下 朕以持三教之论 亦为得其平而异矣 能得其平 则外略行击之意 内政性理之同 而至三教初无意志 无非欲人同归于善 福佛事之五戒时善 导人于善也 无如之五常百行 又夜讲劝 有意不引人为善哉 六经本是祭俗 若性灵真要 则以佛经为指南 如率土之民 皆纯此话 则无坐至太平矣 百家之乡 十人持五戒 则十人纯锦 千世之意 百人持十善 则百人和睦 持此封教 以周环曲 则编赴一千 人人百万 而能行一善 则去一恶 去一恶 则习一行 一行习于家 万行习于国 寻乎可以垂拱坐至太平矣 犯网经 不作国贼 不放国主 幽婆色戒经 不漏国税 不犯国志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心肠地住度势之道 为诸树累做不请之友 于诸众生示弱自己 积功累得 不计众苦 少欲知足 于诸有情 常怀慈忍 可言爱语 劝欲侧尽 恭敬三宝 奉侍师长 善妇口业 不积他过 善妇深夜 不失律仪 善妇意业 清净无染 观法如画 三昧常疾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奉持斋戒 有空闲时 端正身心 绝欲去忧 慈心精净 不当称态 要当孝顺 至成忠信 当信作善得福 不得贪帖迁席 简练端直 身心结净 父子兄弟 夫妇亲属 当相敬爱 颜色成和 莫相为利 择其善者 勤而行之 当勤精进 勿得随心所欲 恢复经界 何不与强健时 努力修善 欲何待乎 静于佛者 视为大善 时当念佛 截断无疑 开示正道 度位度者 洗除心垢 言行忠信 表礼相应 受佛名诽 专精修学 儒教奉行 不敢有疑 端心正义 不为众恶 端身正念 言行相复 所作至成 独作诸善 不为众恶 尊圣敬善 仁慈博爱 身心静结 与善相应 勿随事欲 不犯诸恶 颜色当和 身形当专 动作战士 安定徐为 慈心专一 斋戒清净 自相约解 何顺义礼 欢乐辞教 所作如犯 则字悔过 去恶旧善 朝闻细改 改往修来 喜心易行 心无下列 亦不共高 为求法顾 故生退屈产位之心 当效于佛 常念施恩 众修福善 求生敬叉 以种种柔软言词 为说法要令其欢喜 见在家出家菩萨圣人 常生信静 起教施想 不求他过失 不举人罪 离粗语千令 当舍于懈怠 远离诸窥闹 极静常知足 不着明文立扬果报 常为众生广宣正法 助清净行 生觉悟心 以少功用 善能利益 无量众生 发起精进 苦护正法 一切行中 随顺而助 护持正法 不惜生命 常勤精进 不求力养 于四众中 宣说正法 善入一切众生心形 心意调柔 常怀慈敏 于一切法 发生圣人 无执着心 不贪力养 恭敬尊重 敬意乐心 求佛总智 于一切时 无妄失心 于诸众生 尊重恭敬 无下列心 不着适论 于菩提分 生决定心 众诸善根 无有杂染 清净之心 清净书圣夜 爱要常休息 当舍下列夜 应求圣上法 读诵 修行 为人眼说 于一勤修禅定菩萨 亦当亲近供养成事 于智慧中 当勤修习 细论争论处 多起诸烦恼 智者应远离 深信因果 不贪睡 不贪吃 心无忌妒 供养三宝 为求无上道 文法无厌足 不应见人过 自为罪尊圣 交字放一本 莫清下列人 觉悟生惭愧 要助精尽力 于诸众生 起于大词 无损害心 所行罪业 惭愧发露 勤修忍入恨 安住于忍入 但念无成 慎悟放逸 静宗同学修行守则 观经三福 一者 效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二者 受持三规 聚足重戒 不犯威夷 三者 发菩提心 身信因果 读诵大圣 劝尽情者 六合静 见和同解 戒和同修 身和同住 口和无争 三无漏学 起心动念 远离三毒恶脑 必与清静 平等 正觉相应 菩萨六度 恒以不失 持戒 忍入 精进 禅定 智慧六度之行 教化众生 助于无上真正之道 谱贤实愿 贤共遵修 谱贤大事之德 一 礼敬诸佛 二 称赞如来 三 广修贡养 四 忏悔业障 五 随喜功德 六 请转法轮 七 请佛注释 八 常随佛学 九 恒顺众生 十 普皆回向 学习菩萨 修此大愿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艳 道教 太上感应天 太上曰 祸福无门 为人自诏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适道则进 非道则退 积德累功 慈心余悟 忠孝有替 正己化人 金箍序挂 敬老怀幼 以闽人之凶 乐人之善 寄人之急 救人之为 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 见人之师 如己之师 不张人短 不炫己长 恶恶扬善 推多取少 受辱不愿 受宠若惊 师恩不求报 与人不追悔 所谓善人 人皆敬之 天道诱之 福禄随之 众邪愿之 神灵谓之 所作必成 非意而动 以恶为能 忍作残害 因贼良善 暗恶君亲 慢其先生 盼其所事 狂诱无事 傍诱同学 虚污诈尾 公结宗亲 刚强不仁 狠力自用 是非不当 向背乖 虚下取功 铲上息指 受恩不感 念愿不休 灵孤逼寡 弃法受禄 以直为趋 以趋为直 知过不改 知善不为 善放圣贤 亲灵道德 愿人有失 毁人成功 以恶意好 以思废功 窃人之能 避人之善 离人骨肉 亲人所爱 助人为非 错人所成 护己所短 惠怒师父 抵触父兄 赏罚不平 义乐过节 苛虐旗下 恐吓于他 愿天游人 喝风骂雨 斗壳争颂 望竹蓬 德心望顾 口是心非 伟人称职 骂神称正 骨肉奋争 男不忠良 女不柔顺 不可其事 不敬其夫 美好金夸 长行妒忌 自咒咒他 偏增偏爱 孙子堕胎 行多隐僻 如是等罪 私命随其轻重 夺其计算 算尽则死 死有余则 乃殃及子孙 心起于善 善虽未为 而吉神已随之 心起于恶 恶虽未为 而凶神已随之 其有曾行恶事 后自改悔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久久必获吉庆 所谓转获为福也 吉人与善 世善 行善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 凶人与恶 世恶 行恶 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祸 文昌帝君因至闻 救人之难 忌人之急 闽人之孤 容人之过 欲广福田 须平心地 行时时之方便 做种种之音功 立物立人 修善修福 正值待天情话 慈祥为国救民 忠主孕 敬兄姓友 报答赐恩 广行三教 金箍续寡 敬老连贫 家父提膝亲戚 遂机振继临棚 斗称需要公平 不可轻出重入 奴仆代之宽恕 岂一贝责苛求 印造经文 创修寺院 舍要财 以正极苦 施茶水 一节可繁 尽火莫烧山林 善人则亲近之 助德行于身心 恶人则远避之 度灾殃于眉睫 成须隐恶扬善 不可口是心非 垂讯以格人非 专资以成人美 做事须寻天理 出言要顺人心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尽报则在自己 远报则在儿孙 百福平真 千详云集 岂不从阴质中得来者哉 福佑帝君心经 天生万物 为人最灵 非人能灵 实心是灵 心为主宰 一身之君 一时百孩 屈处群情 物无其物 行无其行 禀授于天 良知良能 弃居欲毕 日诗其真 此心既诗 此身亦清 欲善其身 先至其心 人心得志 天地清明 道德经 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万物坐而服侍 生而服有 为而服侍 功成而不拘 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储众人之所目 故基于道矣 揣而锐之 不可长宝 金玉满堂 莫之能守 富贵而骄 自宜其旧 功成名岁 身退 天之道 智者不博 博者不智 天主教 圣经圣永极 凡不随从恶人的计谋 不差足于罪人的道路 不参与讥讽者的席位 而专心爱好上主法律的 和昼夜莫斯上主诫命的 像这样的人 才是有福的 他的凶恶 必反转到自己头上 他的恨抱 必降落在自己顶上 只有那行为正直 做事公平 从自己心里说诚实话的人 可得长生 他不信口非议 危害兄弟 更不会对邻里事事抵欺 从不放债 贪去重力 从不受贿 伤害无罪 这样行事永定不移 仁慈的人 你代他仁慈 正直的人 你代他正直 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 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 是那受劫心轻 不目虚幻的人 是那不发假释 不行欺骗的人 他必获得上主的降福 和拯救者天主的报仇 真言 不要让慈祥和忠贞离开你 要将他们细在你的头上 磕在你的心板上 这样你在天主和世人面前 必获得宠幸和恩爱 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 恶人的口是残暴的冤走 仇恨引起争端 爱情遮蔽一切过失 为人慈禧是造福己身 残酷的人反自伤己命 出言不慎 有如利刃伤人 智者的口 却常疗愈他人 履行正路的人 敬畏上主 爱走趋敬的人 轻视上主 得讯篇 孝敬 孝敬父亲的人 必能补赎罪过 且能戒毙罪恶 在祈祷之日 必蒙应运 孝敬母亲的人 就如积蓄珍宝的人 恶泽克尔 我绝不喜欢恶人藏王 但却喜欢恶人归正 离开邪道好能生存 玛宝福音 神贫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温良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 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得宝玉 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受怜悯 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 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称为天主的子女 为义而受迫害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天主使太阳上升 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 降于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你们若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 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 但该在天上为自己积蓄财富 因为那里没有重柱 没有秀石 那里也没有贼蛙洞偷窃 不要论断人 以免被论断 你用什么尺度量人 也要被什么尺度量 为什么你只看见别人眼中的木屑 而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 你当先拔去自己眼中的大梁 然后才能拔出别人眼中的木屑 不是凡像我说 住啊住啊的人就能进天国 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 才能进天国 凡听了我的话而实行的 是建在磐石上的房子 风吹水冲都不动摇 凡听了我的话而不实行的 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 风一吹水一冲就垮 而且垮得很惨 你们白白得来的 也要白白分尸 你当鸡井如蛇 纯凉四哥 你们不要害怕那杀害肉身 而不能杀害灵魂的 但更要害怕那 能使灵魂和肉身 陷于地狱中的 你们背起我的恶 跟我学吧 因为我是良善心迁的 这样你们必要找得灵魂的安息 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 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 为他有什么益处呢 凡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备高举 我父所降福的 你们来吧 承受自创世以来 给你们预备了的国度吧 因为我饿了 你们给了我吃的 我患病 你们看顾了我 我在肩里 你们来探望了我 我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 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 一个所做的 就是对我做的 录家福音 你们当画像深处 照我的画撒网 如此才能收获丰满 如果你们有信德 像戒子那样大 即使你们给这棵桑树说 你连根拔出 移植到海中去 他也会服从你们的 既做完 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仍然要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我们不过做了 我们应做的事 若望福音 天主是神 应当以心神 以真理去朝拜他 谁若渴 到我这里来喝吧 凡信从我的 就如经上说 从他的心中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你们 你们也该照样彼此相爱 假如有人说 我爱天主 但他却恼恨自己的弟兄 便是撒谎的 因为那不爱自己 所看见的弟兄的 就不能爱自己 所看不见的天主 你们如果住在我内 而我的话也存在你们内 如此 你们愿意什么 求吧 必给你们成就 正如父爱了我 同样我也爱了你们 你们应存留在我的爱内 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 存留在他内 存留在他内一样 与哭泽 与哭泽的人一同哭泽 对人不可以饿报饿 对家人要勉励行善 如若可能 应尽力与众人和睦相处 如果你的仇人饿了 你要给他饭吃 渴了应给他水喝 因为你这样做 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应以善甚恶 格林多前书 凡是夸耀的 应因主而夸耀 你们的身体 是圣神的宫殿 知识只会使人傲慢自大 爱得才能利人 我若能说人间的语言 和能说天使的语言 但我若没有爱 我就成了个发声的锣 或发响的拔 我若有先知之恩 又明白一切奥秘 和各种知识 我若有权备的信心 甚至能移山 我若没有爱 我什么也不算 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 全施舍了 我若舍身投火被焚 但我若没有爱 为我毫无益处 爱是寒忍的 爱是慈祥的 爱不嫉妒 不夸张 不自大 不做无礼的事 不求己意 不动怒 不图谋恶事 不以不义为乐 却与真理同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永存不朽 而先知之恩 终必消失 语言之恩 终必停止 知识之恩 总必消逝 现今存在的 有信 望 爱 这三样 但其中最大的是爱 格林多后书 小量播种的 也要小量收获 大量播种的 也要大量收获 加拉达书 你们要以爱德 彼此服侍 因为每部法律 总括在句话内 爱你的近人 如你自己 恶福所书 你们纵然动怒 但是不可犯罪 不可让太阳 在你们寒怒时 奚落 也不可给魔鬼 留有余地 所以要站稳 用真理坐带 竖起你们的腰 穿上正义坐甲 以和平的福音 做准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匪理博书 你们在主内 应当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应当喜乐 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 只在一切事上 以恳求和祈祷 怀着感谢之心 向天主 呈上你们的请求 这样 天主 那超乎各种 异想的平安 必要在基督耶稣内 固守你们的心思念律 凡是真实的 凡是高尚的 凡是正义的 凡是纯洁的 凡是可爱的 凡是荣誉的 不管是美德 不管是称谕 这一切 你们都该思念 哥罗森书 你们该如天主 所拣选的 所爱的圣者 穿上怜悯的心肠 仁慈 谦卑 良善和寒忍 西伯来书 待人接物 不应爱钱 对现状应知足 伯多禄前书 你们的装饰 不应是外面的发型 金饰或衣服的装束 而应是那藏于内心 基于不朽的温柔 和宁静心神的人格 这在天主前 才是宝贵的 你们应该彼此相爱 因为爱德 遮盖许多罪过 要彼此款待 而不出怨言 个人应依照 自己所领受的神恩 彼此服侍 善作天主各种恩宠的管理员 若我们宁认我们的罪过 天主既是忠性正义的 必赦免我们的罪过 并洗尽我们的各种不义 原来世界上的一切 肉身的贪欲 眼目的贪欲 以及人生的交涉 都不是出于负 而是出于世界 这世界和他的贪欲 都要过去 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 却永远存在 我们爱 不可只用言语 也不可只用口舌 而要用行动和事实 基督教 圣经出埃及记 当孝敬父母 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女神 所思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不可毁谤神 也不可毁谤 你百姓的观障 不可随火散布谣言 不可随众行恶 不可在征颂的事上 随众天行 做见证 趋往正直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 失迷了路 总要迁回来交给他 当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杀无辜和有益的人 因我必不以恶人为益 不可欺压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 做过寄居的 知道寄居的心 曰博记 请你们教导我 我便不作声 使我明白 在何事上有错 正直的言语力量何其大 但你们责备 是责备什么呢 神必不丢弃完全人 也不服住邪恶人 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 守洁的人要立上加厉 诗篇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把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 他喜爱公义 正直人 必得见他的面 他不以舌头缠放人 不恶待朋友 也不随火 诽谤林里 他不放债取利 不受贿赂 以害无辜 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尽都诚实 他喜爱仁义公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 生出嫉妒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当止住怒气 离弃愤怒 不要心怀不平 以致作恶 一个义人 所有的虽少 强过许多恶人的富裕 未见过义人废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以永远安居 我要谨慎我的言情 免得我舌头犯罪 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要用绝环 乐住我的口 世人行动 时系幻影 他们蒙乱 真是枉人 积蓄财宝 不知将来 有谁收取 不要仗势欺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弯曲的心思 我必远离 一切的恶人 我不认识 凡遵守公平 常行公义的 这人便为有福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凡遵守他命令的 是聪明人 我受苦是与我有益 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力 你口中的训言 与我有益 剩余千万的金银 爱你律法的人 有大平安 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说恶言的人 在地上必坚立不住 破坏必列取强暴的人 将他打倒 真言 不听我的劝诫 藐视我一切的责备 所以必吃自洁的果子 充满自舍的计谋 愚昧人被盗 必杀己身 愚万人安逸 必害己命 智慧 必使你行善人的道 守一人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事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 智慧就护卫你 要爱他 他就保守你 你要保守你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 你要除掉斜屁的口 弃绝 乖谬的嘴 恶人 必被自己的罪孽 捉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 如绳索缠绕 懒惰的人 你去查看 蚂蚁的动作 就可得智慧 懒惰的人 你要睡到几时呢 你何时睡醒呢 你若有智慧 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泄慢 就必独自担当 不义之才 毫无益处 唯有公义 能救人脱离死亡 行正直路的 步步安稳 走弯曲道的 必至败路 正直人的纯正 必引导自己 奸诈人的乖僻 必毁灭自己 一人享福 何成喜乐 恶人灭亡 人都欢呼 藐视灵舍的 毫无智慧 明哲人 却静默不言 仁慈的人 善待自己 残忍的人 惹害己身 财德的妇人 是丈夫的观念 宜修的妇人 如同朽烂 在她丈夫的谷中 说出真话的 显明公义 做假见证的 显出诡诈 一人引导她的灵舍 恶人的道 叫人施迷 谨守口的 得报生命 大张嘴的 必至败亡 过患追赶罪人 一人必得善报 不忍用仗打儿子的 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做真见证的 救人性命 吐出谎言的 施行诡诈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是谷中的朽烂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愚望人 鸟是父亲的管教 领受责备的 得着见识 少有财宝 敬畏耶和华 强如多有财宝 凡乱不安 智慧子 使父亲喜乐 愚昧人 藐视母亲 贪恋财力的 惹害几家 恨恶贿赂的 必得存活 多有财力 行事不易 不如少有财力 行事公义 得智慧 胜似得金子 选聪明 强如选银子 心里谦卑 与穷乏人来往 强如将鲁物 与骄傲人同分 人有智慧 就有生命的泉源 愚昧人 必被愚昧惩治 不轻易发怒的 胜过勇士 智服己心的 强如取成 以恶报善的 过患 必不离他的家 纷争的起头 如水放开 所以在争闹之先 必先止息征静 趁有指望 管教你的儿子 你的心 不可认他死亡 施行仁慈的 令人爱慕 穷人强如说谎言的 虐待父亲 年初母亲的 是宜休置入之子 酒能使人泄满 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错误的 酒无智慧 远离纷争 是人的尊荣 愚望人都爱争闹 行为纯正的义人 他的子孙是有福的 教养孩童 使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 他也不偏离 不要劳碌求父 修掌自己的聪明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 也不可藐视他 对伤心的人唱歌 就如冷天脱衣服 围棄律法的 夸奖恶人 遵守律法的 却与恶人相争 马太福音 凡向弟兄动怒的 难免受审判 凡骂弟兄是拉家的 难免公费的审断 凡骂弟兄是魔力的 难免地狱的火 你同告你的对头 还在路上 就赶紧与他和谐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连左脸也转过来 由他打 要爱你们的仇敌 会那逼迫你们的祈祷 他叫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降雨给义人 也给不义之人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 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 必站立不住 神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 必至死他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那时彼得进前来 对耶稣说 主啊 我弟兄得罪我 我当饶恕他几次呢 到七次可以吗 耶稣说 我对你说 不是到七次 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你若要进入永生 就当遵守诫命 就是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又当爱人如己 你们要小心 不可将善事 行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们看见 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左手 知道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 行在暗中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 自有明天的忧虑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 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 有良目呢 唯有忍耐到底的 必然得救 凡自高的 必降为悲 自卑的 必升为高 路加福音 所以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 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因为这就是 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爱灵社如同自己 你的信救了你 约翰福音 神爱是人 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 总要按公平断定是非 罗马书 神必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爱弟兄 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 要彼此推让 不要以恶报恶 雅各书 心怀二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舌头 在白体里 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 最小的我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人若知道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加拉太书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以佛所书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事说 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恕 约翰一书 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哥罗西书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不可苦待他们 彼得后书 有了信心 又要加上德性 有了德性 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 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 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 有了忍耐 又要加上前进 提摩太前书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 也不能带什么去 贪财是万恶之根 我们行事为人 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贴萨罗尼加前书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待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使徒行传 诗比寿更为有福 伊斯兰教 古兰经 伊斯兰是阿拉伯文 以及和平 你们不要明知故犯的 以畏乱真 隐晦真理 你们不要自相残杀 不要把同族的人逐出境外 为悔罪自心 阐明真理 我将设诱他们 我是挚诱的 是挚词的 你们不要借诈数 而侵蚀别人的财产 不要以别人的财产 贿赂官吏 以便你们明知故犯的 借罪行而侵蚀别人的 一部分财产 你们当全体入在和平教中 不要跟随恶魔的步伐 它却是你们的名敌 战争已成为你们的定制 而战争是你们所厌恶的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 事后不责备受施的人 也不损害他 这等人 在他们的主那里 要享受他们的报酬 他们将来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如果你们公开的施舍 这是很好的 如果你们秘密的施济平民 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 凡被弃约缘的 都是罪人 凡是假借真主的名义 而造谣的人 都是不义的 你们原是仇敌 而真主联合了你们的心 你们不要吃重复加倍的利息 敬畏的人 在康乐时施舍 在艰难时也施舍 且能易怒 又能庶人 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 任何先知 都不至于侵蚀供物 侵吞孤儿的财产的人 只是把火吞在自己的肚腹里 他们将入在烈火之中 你们不要自杀 真主却是连续你们的 你们当安分守己 你们当崇拜真主 不要以任何物配他 当孝敬父母 当优待亲戚 当连续孤儿 当救济平民 当亲爱近邻 远邻和伴侣 当款待旅客 当宽待奴仆 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 金夸的人 他们中有自己吝啬 并叫人吝啬 且隐晦真主 所赐他们的恩惠的人 我已为他们这等不信道的人 预备了凌辱的刑罚 他们中有位孤明而施舍财产的 他们不信真主 也不信末日 谁以恶魔为伴侣 谁的伴侣真恶劣 你们不要顺从私欲 以致偏私 真主不喜爱任何人宣扬恶事 除非他是被人窥望的 真主是全聪的 全知的 如果你们公开行善 或秘密行善 或饶恕罪行 这对于你们是更相宜的 因为真主却是智术的 却是全能的 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 而不要为罪恶和恨报而互助 你们当尽忠报主 当秉公作证 公道是最尽于敬畏的 真主要借这部经典 指引追求其喜悦的人 走上平安的道路 凡救活义人的 如救活众人 谁在不义之后毁罪自心 真主必赦有谁 真主却是智赦的 却是智词的 他们对于自己所做的恶事 不互相劝戒 他们的行为真恶劣 信道的人们 饮酒 赌博 败相 求签 只是一种会形 只是恶魔的行为 故当远离 以便你们成功 恶魔为怨你们 因饮酒和赌博而互相仇恨 并且阻止你们 纪念真主和谨守败功 你们在受戒期间 或在禁地境内 不要宰杀所获得悲勤走兽 你们当保持自身的纯正 当你们遵守正道的时候 别人的迷雾不能损害你们 行一件善事的人 将得十倍的报酬 做一件恶事的人 只受同样的惩罚 你要原谅 要劝导 要避开愚人 凡敬畏安拉 而且修身者 将来都没有恐惧 也不忧愁 我安拉的慈恩 是包罗万物的 你们不要背叛真主和使者 不要明知故犯的 不忠于你们所受的信托 你们不要纷争 你们应当坚忍 真主确是同奸人者同在的 不信道的人 绝不要以为自己已逃避了天谴 他们确是不能逃避天谴的 如果他们会过自心 谨守拜公 完纳天课 他们就是你们的教包 你们要敬畏真主 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 善行必能消除恶行 你当坚忍 因为真主 必不是行善者徒劳无仇 一切心静 因记忆真主而安静 你们的主曾宣布说 如果你们感谢 我势必对你们恩上加恩 如果你们忘恩负义 那么我的刑罚 确是严厉的 一句良言 好比一棵优良的树 其根底是深固的 其枝条高耸入云 一句恶言 恰似一棵恶劣的树 从大地上被连根拔去 绝没有一点安定 你应当温和地原谅众人 行善者在今世 将享受美好的生活 真主的确命人公平 行善 实际亲戚 并近人淫乱 作恶是霸道 他劝见你们 以便你们继续教诲 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 你们应当履行 如果你们行善 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行善 如果你们作恶 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作恶 你应当把亲戚 贫民 旅客 所应得的周记 奔给他们 你不要挥霍 你们不要因为怕贫穷 而杀害自己的儿女 我供给他们和你们 杀害他们 确实大罪 当你们卖粮的时候 应当粮足分量 你们应当使用公平的秤 秤货物 这是善事 你不要随从 你所不知道的言情 耳目和心灵都是要被审问的 你不要骄傲自满地在大地上行走 你绝不能把大地踏穿 绝不能与山比高 今世的生活 犹如我从云中降下雨水 植物得雨 就蓬勃生长 继而凌落 随风飘散 你们道听而图说 无知而妄言 你们以为这是一件小事 在真主看来 却是一件大事 他们应当恕饶 应当原谅 难道你们不愿真主 设诱你们吗 真主是制设的 是制辞的 制人主的仆人 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 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祝你们平安 他们用钱的时候 既不挥霍 又不吝啬 谨守中道 悔过而且行善者 却已转向真主 他们不做假见证 他们听到恶言的时候 谦逊地走开 为带着一颗纯洁的心 来见真主者 得其庇异 你们应当以公平地秤秤货物 凡奋斗者 都只为自己而奋斗 真主 却是无求于全世界的 真主 的确知道信道者 的确知道畏信者 我必是天灾 从天空降于 这个城市的居民 那是由于他们的放荡 不要在地方上 为非作歹 摆弄是非 行善者 谨守拜公 完纳天客 且确信后事 信士们 你们应当敬畏真主 应当说正话 我因他们的忘恩 而以这报仇他们 我只惩罚忘恩的人 一切赞颂 全归真主 善恶不是一样的 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性 去对付恶劣的品性 那么与你相仇者 忽然间会变得 亲如密友 为奸人者 获辞美德 为有大福分者 获辞美德 发怒时 要能摄诱 凡忍耐 而且庶忍者 他们的行为 却是有决心的表现 行善者自受其义 作恶者自受其害 如果两伙信士相斗 你们应当居间调停 你们应当秉公调停 主持公道 真主 却是喜爱 公道者的 你应当教诲众人 因为教诲 对于姓氏们 却是有益的 他们为喜爱真主 而政绩贫民 孤儿 俘虏 善人们 必在恩责中 恶人们 必在烈火中 所以 你当宽限 不信道的人们 你当宽限 他们以下 故你当教诲众人 如果教诲 有必于他们的话 为主的人 将植物 有教养的人 却已成功 同时 他是一个信道 而且行善 并以坚韧相免 以慈敏相助者 这等人是幸福的 凡培养自己的信灵者 必定成功 至于孤儿 你不要压迫他 至于乞丐 你不要呵斥他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逝者 将见其善根 做一个小蚂蚁重的恶逝者 将见其恶报 扔掉路上的障碍物 也算施舍 不要互相憎恨 不要互相忌妒 也不要互相抵制 要像兄弟一样 做安拉的仆人 提尔米基圣训 你们要相互赠送礼品 因为礼品 能够消解积怨 信仰上最完美的信道者 就是品德上最优秀的人 你时刻特圣训 见见善行 都是施舍 每与兄弟相遇 和颜悦色代之 是善行 把水从你桶里 注入兄弟的桶内 也是善举 印度教 博且范往事书 人生苦短 一半用来睡眠 一些耗在不知忧愁的少年时代 另一半则耗在孤苦无助的老年时代 其余便在家庭生活 或感官生活的些微愉悦中打滚了 要心灵保持和平清静 你真正的敌人 是你浮躁的心 一个人或许承受得了苦恨 但不能征服愤怒 一个人或许有智慧 但却偏狭 其实 一个人可能是高尚的 然而同时也是欲望的俘虏 物质的利益和欲望 永无厌足 死之为贪婪 人以既得为满足 视为幸福 人人都自食其行为之果 驱除了一切 一切杂念 制服了心性的人 明静 沉着 知足 幸福 无所不在 皮诗奴 往事书 财富 快乐 美德 尽在 谈指之间 知识有两种 一种来自经典 一种来自反思 审慎者常于行 思 言 三处精进 而立则众生 蒙茶节奥义书 凡一切众生 心与气交织 其内躺静化 性灵自挥鹤 摩赫婆罗多 真正的妻子 乃是一个好主妇 真正的妻子 热爱她丈夫 真正的妻子 踏实于她的丈夫 男人的一半 是她的妻子 妻子是丈夫 最好的朋友 智者不论强壮 软弱与否 即便身处逆境 也会宽恕那 迫害她的人 如果全人类中 无人行宽恕之道 那么人类 就无和平可言 不羞辱和攻击别人 物与朋友争吵 物与卑鄙小人结交 忍受责骂的言辞 不要以怒制怒 也不要以谩骂 回报谩骂 不要折磨那 折磨你的人 那仅丧失财富的 不因丧失而痛苦 但是那失去善行的 就是真的放失了 宽恕必能置怒 以宽恕征服怒气 以诚实征服邪恶 以慷慨征服吝啬 以真理征服虚假 没有谁行善 反得恶果的 人永远不要看不起自己 因为轻视自我的人 绝不会获得辉煌的成就 所有的邪道意味着死亡 所有的诚实意味着永生 谁放走他的机遇 也不掌握时机 谁就再也找不到 恰当的时间去行动 虽然他兢兢业业 劳碌不已 真理就是永恒 真理就是苦恨 真理创造万物 真理维系了整个宇宙 幸福是可遇可求的 它是灵魂的秉性 追求美德和福利 无不为了幸福 美德是幸福的起源 其中结处就是幸福的获得 行善为在今日 魔奴法典 应该对乘车的人 九十岁以上的老人 病人 喝重担的人 妇女 学习奇幻的婆罗门 刹地利 要结婚的人 让路 要严格遵从 吉祥的习惯 和规定的处世之道 要身心纯洁 意志感官 低声诵经 经常维持 火迹不绝 一起前生 重又专心诵读圣典 并由于经常专心诵读圣典 而打享受在于最后泄脱的永久幸福 应该不断专制于诵读圣典 忍受一切 亲切 明神 常语而不取 对一切物类 吊事同情 不要求死 不要贪生 要等待给他规定的时刻 有如仆人等待报仇 要注视放脚的地方 使步履清静 怕踏在毛发 骨头和其他一切不静之物上 要将阴科的水 用步滤过 使它净化 怕伤亡里面可能存在的小生物 要用真理净化语言 要经常保持心神清静 应该忍受侮辱性语言 不轻视任何人 不要为这衰弱有病的身躯 对某人嫌恨 要乐于思考最高我 坐禅 不需要任何物品 摒弃一切肉欲 唯与领我为物 在期待永远切托中 活于下界 绝不可利用解释变异和预兆 或借战青术 首相术 或利用解决道德律疑难 解经来求取生计 要不屑于悲公曲节的接受失误 因为如此接受失误 使即将得到泄脱的苦恨者 陷入脱生的期盼 要少时退居静处 控制其不免受到肉欲诱惑的感官 要控制自己的欲念 断绝爱憎 避免伤生 为自己准备永生 与所爱离别 与所增会合 使人感到体衰多病的老年 和脑人的疾病 生物由于罪孽所遭受的灾祸 以及由于美德所感到的 由于对范末观 所产生的无穷幸福 要秉除一切 专心致志地反复思考 最高我唯妙而不可见的本质 思考它在最高的 和最低的 躯体内的存在 从事最抽象的内观时 要观察灵魂经过各种身体 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进程 其精神 未因诵读圣殿 而达圆满的人 难以识别的进程 具有这种真知灼见的人 不再做业的俘虏 而没有这种完备见解的人 注定要重返世界 当他由于对罪孽 有深刻认识 不畏欲乐所动时 就在今生取得幸福 在他生取得永久泄脱 忍让 以德抱怨 节制 正直 清静 意志诸根 认识法论 认识最高我 求识 介怒 这些是义物由之构成的实德 动彻废陀法经义的人 无论身处何住其 居留下届时 都会自我修养 以其同化于饭 在生育和教养方面 母亲和父亲所受痛苦 虽几百年也不足补偿 夫妇相得的每一个家庭中 永久幸福不渝 如追求幸福 为人要完全知足 清心寡欲 因为知足为幸福之源 反之则为不幸之源 不得侮辱身体残疾的人 无知的人 上年岁的人 貌丑的人 穷人 以及出身为贱的人 依靠自我 是真福乐 可以在公众面前 做出虔诚的行为 始终贪得无厌 行诡诀 欺狂众人 伪善 损人 贱人 骗人 目光总是低垂 生性斜辟 唯利是图 无信实 道貌黯然 说谎 这些人 因为诸多的罪恶 将堕入最为黑暗的地狱 人独生 独死 独应善行的果报 独受恶业的惩罚 那有恒心 温和 并且忍耐的人 那避开恶行的人 那并不害人的人 那自治的 自由的人 能够得到天上的福乐 在言语上不诚实的人 在一切事上都不诚实 主妇应该总是高高兴兴 善于料理家务 保持日常用具清洁 节省开支 要用真理净化语言 要经常保持心神清静 诵经的人 比不念书的人好 记住的人 比诵经的人好 懂得的人 比记住的人好 遵行的人 比懂得的人好 一个人所从事的职业 必须和他的年龄 智力 财产 谈吐 服饰 学饰 家庭和活动能力 相适合 要摆脱欺骗 和不诚实的期盼 乔达摩法经 不吉利的事 要用吉利的话讲 坏消息 或惊人的消息 或者动感情的话 要用温和的语言表达 博且犯歌 智者不卑生者 不卑死者 因为生与死 俱将逝去 行不诗 出乎真心 不其回报 且要逝人 逝时 逝地 此之为纯净不诗 夜柔废陀 真知得自前信 愿在所有人眼里 我都是朋友 愿在我眼里 所有人都是朋友 愿我们在个人眼里 都是朋友 畅赞奥义书 而苦恨 不失 不害 真实语 结其共样也 唯生命已舍离也 无亲乎健康 无亲乎自学 而教人 无亲乎 敬神明 敬父母之责 奉母如神 奉父如神 奉师如神 奉客如神 而为敬奉我辈之善行 而非他行 而为勤作 无可赐意之事 而非他事 其处有公正婆罗门 自克制者 自善巧者 非苛刻者 要正法者 如彼等于私所行也 而如是而行之 以敬而不失 以乐而不失 以残而不失 摩赫纳罗也拿奥义书 万物皆安利于真理 自治者 以自治而洒落罪恶 凡事 以自治而登天界 众生之自治 难可克服者也 以安定而自敬已 人乃真于幸福 某你以安定而得天界 众生之安定 难可克服者也 世间一切众生 以自愈者而生活 以不失而怨敌乃除 以不失而愁愁为有 法者全宇宙所安利也 世间众生 归赴罪有法者 人以法而消除罪恶 万事万物皆安利于法中 故人为法乃至上者也 舍得奥义书 无害真实语 无道不荒淫 身外无障物 无称敬师尊 纯洁知止足 正直端心情 谦卑不自炫 忠实无虚畏 信仰上帝真 不损世间物 当知此诸德 书皆撒惰性 解脱奥义书 不以善变才 不以负私利 不以多学文 自我而可得 知身如车胜 自我是成者 知智由育夫 一思为将所 于且经 当确立了不杀生的思想时 在一切生物出现时 就放弃了敌意 当培养了不贪的品德时 就认识了生命的形态 当培养了诚实的品质时 行为和结果就有了依赖关系 当培养了不偷盗的习惯时 一切珍宝就接近了 当培养了静行的习惯时 就有了经历 当被罪恶的思想所困扰时 培养与其相反的思想 克制意识强的人最接近三昧 还未来到的苦 是可以避免的 树论经 永远摆脱三苦 是人的最高目的 社巨义法论 信法 不伤害 仁慈 诚实 摆脱不正当的占有欲 不淫 净化动机 不撑 伤止略奥义书 不害 不道 真行 仁慈 凭正 容忍 坚定 结实 与清洁 此持戒时 犹太教 圣经 真言 不可使慈爱 诚实 离开你 要细在你的景象上 刻在你的心板上 得智慧 得聪明的 这人便为有福 他右手有长寿 左手有富贵 他的道是安乐 他的路全是平安 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月照月明 直到日午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银 您得知事 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 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 与之比较 不要责够 不要责备 谢慢人 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 智慧人 他必爱你 耶和华 不使一人受饥饿 恶人所欲的 他必推开 恨能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隐藏怨恨的 有说谎的嘴 口出禅忘的 是愚忘的人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 是有智慧 敬畏耶和华 使人日子加多 但恶人的年岁 必被减少 义人的盼望 必得喜乐 恶人的指望 必至灭没 不前进的人 用口败坏灵舍 义人却因知事得救 义人的心愿 尽得好处 恶人的指望 至干愤怒 有失散的 却更增添 有令其过度的 反制群乏 屯粮不卖的 民必咒诅他 情愿出卖的 人必为他祝福 倚仗自己财物的 必跌倒 义人 比发望如青叶 义人的思念 是公平 恶人的计谋 是诡诈 恶人 亲父 归于无有 义人的家 必赚得住 义人 顾惜他 牲畜的命 恶人的怜悯 也是残忍 说话浮躁的 如刀刺人 智慧人的舌头 却为依人的良药 口吐真言 永远坚立 舌说谎话 只存片石 图谋恶事的 心存诡诈 劝人 和睦的 便得喜乐 义人不遭灾害 恶人满受祸患 智慧子 听父亲的教训 谢慢人 不听责备 骄傲 直起征镜 听劝言的 却有智慧 奸恶的使者 必陷在祸患里 忠信的使臣 乃依人的良药 弃绝管教的 必至贫受入 领受责备的 必得尊荣 与智慧人同行的 必得智慧 和愚昧人作伴的 必受亏损 人在喜笑中 心也忧愁 快乐至极 救生愁苦 轻易发怒的 行事愚妄 设立诡计的 被人恨恶 藐视灵舍的 这人有罪 怜悯贫穷的 这人有福 不轻易发怒的 大有聪明 性情暴躁的 大显愚妄 心中安静 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 是谷中的朽烂 欺压贫寒的 是入末造他的主 怜悯穷拔的 乃是尊敬主 公义是邦国高举 罪恶是人民的羞辱 心中喜乐 面带笑容 心里忧愁 灵被损伤 温良的蛇 是生命树 乖妙的嘴 使人心碎 欲望人 从生命的道上升 从生命的道上升 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 耶和却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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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 言有光 使心喜乐 好信息 使骨滋润 弃绝管教的 轻看自己的生命 听从择备的 却得智慧 因怜悯 因怜悯 诚实 罪孽得熟 敬畏 为耶和华的 远离恶事 多有财力 行事不易 不如少有财力 行事公义 骄傲在败坏 在败坏以前 狂心在跌倒之前 良言如同风凡 使心觉甘甜 使骨得医治 乖僻人 拨洒纷争 传舌的 敌见密友 行恶的 留心听奸诈之言 说谎的 侧耳听邪恶之语 子孙为老人的观念 父亲是儿女的荣耀 遮掩人过的 寻求人爱 屡次挑错的 离间密友 一句责备的话 深入聪明人的心 强如责打 愚昧的人 一百下 定恶人为义的 定义人为恶的 这都为 耶和华所增悟 朋友乃实诚亲爱 弟兄为患难而生 喜爱争敬的 是喜爱过犯 高丽家门的 乃自取败坏 心存邪癖的 寻不着好处 舌弄是非的 陷在祸患中 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 忧伤的灵 时故甘枯 寡少言语的 有知识 性情温良的 有聪明 败坏之先 人心骄傲 尊荣以前 必有谦卑 人有疾病 心能忍耐 心灵忧伤 谁能承当呢 聪明人的心 得知识 智慧人的耳 求知识 弟兄结怨 劝他和好 比去坚固城 还难 这样的争敬 如同奸债的门栓 作假见证的 必不免受罚 吐出谎言的 终不能逃脱 好失散的 有多人求他的恩情 爱送礼的 人都为他的朋友 虐待父亲 年初母亲的 是遗修置入之子 酒能使人泄满 浓酒使人喧嚷 凡因酒错误的 就无智慧 远离纷争 是人的尊荣 愚望人都爱争闹 咒骂父母的 他的灯毙灭 定为去黑的黑暗 王因仁慈和诚实 得以保全他的国位 也因仁慈立吻 行仁义公平 比献祭 更蒙耶和华悦纳 殷勤筹化的 足智富裕 行事急躁的 都必缺乏 爱艳乐的 意志穷乏 好酒爱高油的 必不富足 追求公义仁慈的 就寻得生命 公义和尊荣 谨守口与舌的 就保守自己 免受灾难 眼目慈善的 就闭蒙福 因他将食物 分给穷人 你不可因他贫穷 就抢夺他的物 也不可在城门口 欺压困苦人 好生气的人 不可与他结交 暴怒的人 不可与他来往 你心中 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志中必有善报 你的指望也不致断职 一人的父亲 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儿子 必因他欢喜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谁有货患 谁有忧愁 谁有争斗 谁有哀叹 谁无故受伤 谁眼目红翅 就是那榴莲饮酒 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 酒发红 在杯中闪烁 你不可观看 虽然下眼舒畅 终究是咬你如蛇 赐你如毒蛇 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人将被杀 你需拦阻 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也不要嫉妒恶人 不可无故做见证 陷害灵舍 也不可用嘴欺骗人 不可说 人怎样待我 我也怎样待他 我必照他所行的 报复他 不要冒失出去 与人争敬 免得至终被他羞辱 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 恒常忍耐的 可以劝动君王 柔和的舌头 能折断骨头 好征镜的人 山货争端 就如雨火加炭 火上加柴一样 花陷坑的 自己必掉入其中 滚石头的 石头必反滚在他身上 人吃饱了 厌恶蜂蜂的蜜 人饥饿了 一切苦物都绝甘甜 高油与香料 使人心喜悦 朋友诚实地劝叫 也是如此甘美 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 你都不可离弃 你遭难的日子 不要上弟兄的家 相近的灵舍 强如远方的弟兄 铁磨铁磨出刃来 朋友相感 也是如此 水中照脸 彼此相伏 人与人 心也相对 行为纯正的穷乏人 胜过行事乖僻的富族人 转而不听律法的 他的祈祷也为可增 遮掩自己罪过的 必不亨通 承认离弃罪过的 必蒙连续 无知的君多行暴虐 以贪财为可恨的 必年长日久 诚实人必多得福 想要急速发财的 不免受罚 偷窃父母的说 这不是罪 此人就是与强盗同类 周济贫穷的 不至缺乏 养为不见的 必多受咒诅 王界公平 使国坚定 索要贿赂 使国清白 阵内临射的 就是射网罗扮他的脚 谢曼人山祸通城 智慧人止息众怒 愚望人怒气全发 智慧人忍气寒怒 君王若听谎言 他的一切臣仆 都是奸恶 君王平成时判断穷人 他的国位必永远坚立 管教你的儿子 他就使你得安吉 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深渊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变区 才得的妇人 谁能得着呢 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 她丈夫心里倚靠她 你的仇敌跌倒 你不要欢喜 她倾倒 你心不要快乐 传道书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贪爱银子的 不应得银子之足 贪爱丰富的 也不应得利益之足 这也是空虚 劳碌的人 故居吃多吃少 睡得香甜 富族人的丰满 却不容他睡觉 无人有权利 掌管生命 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 掌管此旗 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 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塔木德 叫你家的房门大开 叫那些穷人 成为你的家人 要是学习 成为经常之事 要少说话 多办事 要对所欲的 每个人都友好 不要说 等我有空闲时 我就读书 恐怕 你是不会有空闲的 不要自以为是 直到死的那一天 谁是富有的 为自己的命运 而欣喜的人 无耻之徒 地下地狱 不要为自己 追求尊荣 不要寄予你的学士 所顾及的荣耀 不要妄念帝王的餐桌 与污秽者为伍 自己也得污秽 与洁净者相伴 自己也得洁净 人若做工 便为有福 智慧是他头戴的王冠 谦逊是他足上的鞋子 邪念开始是甜美的 结果却是苦涩的 哪里有生命 哪里就有希望 善情带来朋友 恶行招致敌手 人之将死 其言也真 不要让你的耳朵 去听任何不可听的事 如果你在贫穷的时候 就乐善好施 你在富有的时候 你会慷慨寄人 如果你在富有的时候 不愿施舍 那么因为贫穷 就更不会施舍了 公身自行者 自我得意 怒气冲天的人说话 好像开水湖里 溢出来的水 所有发怒的人 都是骄傲的人 一日不做 一日不食 违法的第一步是邪念 二是轻视别人 三是傲慢 四是蛮横 五是慵懒 六是贤恨 七是眼露凶光 席课叫 甲普吉 我们今生的行为是末 我们今生的心灵是指 我们把善与恶 两种笔记写在上面 我不自称为善 也不看人为恶 愚者沉浸在感官快乐里 最终导致痛苦 安逸而有罪的生活 是疾病的原因 真理是一切美德中最高的 但是比真理更高的 是合乎真理的行为 卡比尔的歌 人眼是他一切的过犯 但最终都会曝露 我心中珍惜超过一切的 乃是爱 它使我在尘世 享有永恒的生命 最由心做 古鲁 娜娜克的诵歌 没有德性 哪有美德 没有德性 人的生命也就丧失了 巴哈一教 巴哈安拉作品 急脆 不要为自己的事情奔忙 你们要全神贯注于 凡能使全人类获得幸福 使人类心灵和灵魂 纯洁的事物上面 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乃是纯洁与神圣的行为 合乎道德的生活 与良好的行为 稍有一些 就要心满意足 要摆脱一切过度的欲望 自己不希望的 也不要寄希望于别人 不要应许自己实现不了的承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是我最好的劝导 愿你们遵守它 富裕的时候 要慷慨大方 身处逆境时 要心中宽慰 要叫邻居值得依赖你 要以欢快友善的面容代之 要做穷人的宝库 要做富人的劝戒者 要回答困苦中人的哭泣 不要为人不公 要对一切人展示全部的温和 要做夜行人的一盏明灯 悲哀者的一份快乐 交壳者的大海 落难者的港湾 被压迫者的支持者和卫士 要叫诚实与正直 在你一切行为中显示出来 要做外乡客的家园 受苦之人的油膏 流浪者的堡垒 哦 人们啊 不要在人群里 拨洒纷争的种子 也不要与你的灵人争斗 每步上天的经典 乃至每首圣诗的启示 其潜在的根本目的 都在于赋予人类正直 与理解的特性 以致和平与安宁 能安稳地建立在人间 与人性的尊严相匹配的美德 乃是能以容忍 慈悲 同情和友爱 来对待地球上 所有的民族和众人 至高之神说道 人子啊 激励上帝的信仰 和他宗教的基本目的 即是保障全体人类的利益 和促进人类的团结 并且培育人与人之间 相互有爱的精神 切莫使其成为纷争与冲突 或仇恨与敌对的根源 所有当权者的所行所为 都务必要合乎中庸之道 凡是超越中庸之道的行为 都不被友好的影响 譬如自由 文明等类之事 无论明智的人多么的推崇 如果走向极端 必为人类带来恶性不良的影响 世界上好斗的种族 人民啊 将你们的脸转向团结与统一吧 好让团结与统一的光芒照耀着你们 你们应当聚集在一起 以上帝为面 下定决心 来铲除你们之间争斗的根源 随后 伟大的启蒙圣师所带来的光辉 才能笼罩全球 地球上的居民才能成为同世之民 安向同一宝座的众人 毫无疑问的 世界上所有人们的灵感 不分种族或宗教 都来自同一神圣的本源 大家都是同一上帝的子民 他们遵守的教条稍有不同的原因 是由于这些教条本身所启示的时代 各不相同 各时代的需求和当务之急 物有差别而引起的 至伟之神勉励道 人好比一座蕴含无价之宝的矿葬 唯有透过适当的教育 才能使其宝藏显露 人类才能因而受益 因为口舌好比炙热的火焰 多言不当 则有如致命的毒药 有形的火焰可以烧伤人体 口舌之火侵蚀人的心田与灵魂 前者之力只能持续扮上 而后者的影响却持续了整个世纪 寻道者也应当把背后毁谤 视为严重的过失 并且远离他的领域 因为背后毁谤 足以扑灭心灵之光 扼杀灵魂的生命 他应该以少而满足 并且不存过度的渴望 不论我们被放逐到什么地方 不论我们遭受怎样的痛苦折磨 那些信仰上帝的人 必须坚决并满怀信心的 念向那光荣的黎明处 为有注意于改进世界 教育世人的事业而忙碌 你们之中有谁起来宣传 他的主的圣道者 他需首先教导他自己 这样他的言语 才能吸引听者的心 除非他先教导他自己 否则发自他口中的话语 将无法感动寻道者的心灵 赞美归于上帝 唯一真神显现于世的目的 是要揭露那隐藏于人类 真正内在自我之矿脏中的宝玉 在今日的时代里 上帝信仰及宗教的本质 绝不容许各种各样的宗教教派 与信仰体系造成世上人们之间的仇恨不和 慈善的言语是吸引人心的慈食 是精神的食粮 它能使文更加有意义 是智慧与理解之光 巴哈的信徒啊 以友善和亲爱的精神 与所有的人交往 倘若你们明了一个他人不懂的真理 或拥有一颗他人没有的珠宝 应当心怀善意地用仁慈的言语与他人分享 若是对方接受了 或者是目的达到了 你们的目标也就实现了 倘若有人拒绝他 你们就该离他而去 并且祈求上帝来指引他 人们啊 用真诚的话语来点缀你们的口舌 以诚实来装饰你们的灵魂 小心谨慎 人们啊 对待任何人不可心存狡诈 在上帝的创造物中成为他的信托之人 在上帝的子民中成为他慷慨的表征 凡是追随欲望和腐败嗜好的人是堕落的 并且枉费了他们努力的心血 他们的确是迷途的羔羊 唯一真神显现于世的目的 是要召唤全人类来谨守诚实与诚恳 孝敬与可靠 顺从上帝的意志 忍耐与仁慈 正直与机智的美德 他的目标是要给每一个人 积上圣洁品格的外袍 并为他戴上家言善行的装饰 那些有学问而不以此交金的人 是获祝福的 那些为人正直 而不讥讽人家的过世的人 是完善的 不但如此 他们还需隐藏人家的短处 如此自己的短处才不会曝露更多 常受夸于有学问的艺术家 科学家口中的文明 若超越中庸之道的节制 将给人类带来极大的灾难 巴哈欧拉训诫 别用你的蛇去咒骂或斥责任何一个人灵 提防你的眼 莫是不宜之事 这被错待者 再三训诫世上的人们 应保持容忍与正直 因为这两者是黑暗世界的光明之灯 也是全人类启蒙的导师 能谨守这两者的人是幸福的 而轻忽不顾的人们将要苦恼 关于诚信 诚然 他是世上一切居民的安全门户 与最慈悲者荣耀之表迹 凡享有此德性者 诚然 也分享了财富与荣华之源 诚信 是导向人们安宁与安全之最大门户 事实上 每一件事的安稳皆仰赖之 一切权力 尊贵与财富之领域 皆为其光所照亮 今天 地球的奥秘 已赤裸裸地呈现人眼前 快速出版的报章 诚实世界之宁静 他们反映了各民族的加行与追求 报纸既反映其现况 亦使其文明 他们是富有听觉 视觉与言辞能力之明镜 这是一个有惊人威力的现象 然而 报章之作者 应该排除 煽情与邪欲之动机 而以正义与公平之外袍加深 他们应尽可能查究情况 挖掘真相 在提笔描述之 至高之笔 在最崇高天堂的第七页上 记载上帝的话语 如此说 诸国有智慧的人们 对疏离闭上眼睛 而专注于团结 仅靠着会带来人类福祉和平静之事 此地球的疆界 只是一个家园 一个之所 你应舍弃 会造成疏远的虚荣自负 并将你的心思 放在能确保和谐之上 在巴哈子民的标准里 人们的荣耀 在于他的智识 他的正直行为 他值得称颂的品格 他的智慧 而不是他的国籍或阶层 引言经 灵性之子 在我眼里 万象中最可爱的是公义 如你有求于我 就别远离他 不要忽视他 我才能信赖你 靠他的帮助 你才能用你自己的眼睛来观察 用不着别人的眼 你才能靠自己的见识来求知 用不着灵人的知识 把这个在你心里细想 你该怎么做 诚然 公义乃是我赐予你的天赋 是我仁爱词汇的表征 你要把它放在眼前 生命之子啊 你怎能忘记自己的过失 而忙着别人的痴病 凡这样做的 要为我所诅咒 生命之子啊 凡你不愿让别人归罪于你的 不要归罪于别人 凡你所不能做到的 不要去说他 这是我的诫命 你当遵守不渝 人子啊 当风足降临于你时 别高兴 当屈辱逼临时 亦别忧愁 因为这些都是转眼即逝的 朋友啊 在你的心缘里 除了爱之玫瑰 不要栽种别的 紧握着 挚爱与期望的夜阴 不要放松 珍视正义者的友情 避免与邪恶者的一切交往 尘土之子啊 我肯致地告诉你 人类中最轻浮不见的 乃是那只想靠空闲的争辩 胜过自己弟兄的人 啊 弟兄们 以实践为你的华彩 不要空谈 大地之子啊 该知道 诚然 只要心中上流有一丝丝 嫉妒的残渣 就绝对无法达到我永生之境 也无法呼吸我神国圣洁空气的奔邦 我的仆人啊 洗净你心灵的怨恨 不要为嫉妒玷污 以进入纯洁之圣堂 圣座之伴侣啊 物听邪恶 物视邪恶 不要贬低自己 也不要叹息流泪 不说邪恶的话 便不会有人对你说这些 不夸大别人的错 你自己的错也不会显得更大 不期望别人受屈辱 则你自己的屈辱 亦不会披露 欲望之子啊 脱去你虚荣的衣冠 抛弃你傲慢的华视 兄弟们 你们要互相容忍 别眷恋成俗的事物 别为你的荣华而交尽 别为你的贫贱而羞怯 情欲之子啊 舍弃一切贪婪而知智知足 因为贪婪者常被剥夺 而知足者则被赞美与挚爱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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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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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